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早晨准备节目的时候 无意中看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不知道生 你又怎么能知道死呢 是个和尚 大概是个和尚说的 你又不知道生 你怎么又知道死呢 也就是一个人在他的眼睛里 有些人自己连自己生死都不知道 我相信对朋友而言 很多人哥们说晕话 晕的程度就像那个 就像那乌龟大师坐在山洞里 坐了三十年说我是谁 他都成大师了 他都不知道自个是谁了 练糊涂了 练糊涂了 就像做个涛哥看电影 谈到了师父那个电影 那我对那电影比较埋态 我说那电影就缺东西 然后很多朋友不高兴 大多人看了 你根本就没看懂 这个那 对 在功夫熊猫中 你谈功夫 熊猫没有资格谈 阿宝没有资格谈 没办法跟那武侠去谈 对吧 但是那武侠必得管他叫师父 因为阿宝的境界超过他们 阿宝拥有的真正的东西 是他们不具备的 他们不可能有的 道理一样 人生活在无神论中 高级动物中 猴变中 你就不知道自己的生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死 一个连生死都不知道的人 在颂扬自己的伟大 觉着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时候 那就是无知的力量 而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觉得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强化极权 习核心指日可待 谈到就是习核心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我跟大家也分析过整个核心的来源 那我认为最大的看点 就是在江河新 在江河新还在的时候 出现了习核心 表明最上层 该真正大家把这事揭开了 一山不容二虎嘛 对不对 而习核心的出现 是吃死了江河新的整队人马之后 才出现的习核心 习近平比前两任掌握权力更快 更大 新出台的把习近平奉为中国核心领导人的提法 那表明他对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的追求尚未结束 有第三代核心在 出来第四代核心 就说明他们那种鱼死网破的对垒的过程 在邓小平97年死后 江泽民才真正开始掌权 那特别是在98年杀掉 干掉陈西同 98年干掉陈西同 长江发大水 逢江发水 河当年的淮河 还出现了汉载 那都鬼都 看不懂的事情 逢江发水 北到松花江 黑龙江 南到珠江流域 所有的江都在发大水 世纪大水 应对江泽民掌权 但2002年江泽民就得下台 这时候第三代核心出来 所以出个胡锦涛祖书理 跟江泽民退休了 本该退休了 他不退休 这叫独裁 还现在叫独裁 从来没有过集体领导 那文章讲说 习核心的说法 在中共官方媒体呢 已经变得每日可见了 为什么提出这个习核心的讲法 文章介绍说官方没有做任何解释 但是习近平这一年2015年 面临着很多具有争议的问题 他必须要控制经济的不确定性 而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 却侵蚀了投资者 对他精明强干能力的信心 他还要把反腐斗争进行下去 而反腐却已经削弱了官员的收入 和整个事情 这是一种对立的 经济衰败 衰退 跟他反腐今天已经挂钩了 因为大家当官的都不干活了 对不对 只能等着他又要出什么消息 因为怕自己死 对吧 而大家不干活 经济出问题 走向了衰败 这是一个整个连续的过程 对不对 这完全是一种连续的过程 这不是人跳楼摔死了就完了 不是这么个故事 他要防止经济 也像那些当官跳楼摔死一样 不能一下给摔死 可是反腐呢 又造成了整个官场体系本身的代工的现状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大家不能干 一干就出事 这就是我说 在反腐亡党的过程中 反腐已经走入亡党的阶段 没有 你想不想亡 你想什么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当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 你就只能这么走 只能走到这一步 只能把共产党台拆了 这事就好办了 你不拆这个台 所有官都不敢干 这是一个矛盾体 对不对 为什么 过去的15年的经济 飞跃 大屁股崛起的过程 完全是靠人的欲望的 放纵的 贪婪的 战友的 无恶不作 吃喝嫖赌抽的 每一个个体生命内在的邪恶的东西 以最大限度 在在蛤蟆的领导下 迸发出 他无可估量的力量 得到了大屁股崛起的 经济的飞升 你今天说 不成 你不能那样 你得像个人活着 那人家官说了 我会吗 你给我弄成 15年弄成这样 我会吗 我不会呀 他不会 你明白这意思吗 他不会 这事很麻烦 我觉得就是这问题了 所以他自然会面对 那同样来自于 波尔顿大学的 中国精英政治的教授 叫傅世卓 他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 但在他手下的政治权贵中 很多都是胡锦涛江泽民的人 在这一次大会上 习近平可能会获得 安插自己的亲信 他着重强调 服从他的目标 是有多么的重要 这里指的是十九大的概念 但我个人认为 没有十九大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个人认为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整体的共产党的人员组织结构 都是江泽民的 这里谈不上什么胡锦涛 他下面的人 都是江泽民的人 所以我一直说 你必须把共产党抬拆了 把党的组织结构全废了 才可能 但他废的可能是什么 他必须国家的体系完整 保证 保证社会从党的体系转向国家体系的时候 在老百姓的民间 一句话 府有街 看大门的老太太 小脚针机队 都觉得 没事 说改成国家了 挺好 他没有震动 对不对 他没有震动 他们上公共厕所 上厕所的时候 不会说你吃了吗 他不那么问 他说 他也不会说 出事了 他也不会这么说 他希望达到目的 就是说 一上厕所 哎呦 变天了 这回可好了 北京胡同的老百姓要这么说 冯小刚的这个老炮都这么说 嘿 这回变天了 行了 这回踏实了 行了 喝酒去 这事就好办了 他要的是这个氛围 他等的是这个火候 但这个火候 没有给他多长时间 什么意思 他的经济的承受力 跟官员的代工的这种相互对立 他会撕裂的 他一定要在撕裂前 解决这问题 所以这篇文章里也提到说 相比之下 胡锦涛没有被称为领导核心 这一点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为胡锦涛长期处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 那这种方式催生了僵局和腐败 所以谁都懂得今天反腐打击的是江泽民真正的权力的整体机构 这里根本就没有胡锦涛什么事 为什么 因为胡锦涛没有能力在这其中玩一把 他整个的说法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整个的环境就这么个环境 所以在我的看点当中 这是一种习近平主动挑战江泽民公开化 才愿意被别人称为习核心 一个失落的文明 重现舞台 精彩动人 启迪心眼 找回希望 体验神传文明 神韵 演出时间和购票信息 请访问神韵点号 与此同时呢 广东警方首次承认 铜锣湾书局呢 失踪的五个人当中呢 有三个 被国内的警方抓走 苹果日报评论直接说 北京开始强硬手段拆弹 就是硬来了 广东省公安厅突然通知香港警察 指铜锣湾三名失踪的职员 在内地从事违法活动 被强制审查 有关消息令不少政界人士感到意外 北京开始强硬的手段拆弹 而整个香港事务 是由港澳办做的 法广的报告 中纪委入驻港澳办公室相应的机关 所以有人要出事了 在香港特区有一个学者叫做炼义征 那他分析指出说 上个月国台办副主任龚青盖出事下马不过十天 而中纪委却派员进驻了港澳办 摇管中联办 香港会出同样的事情 大概也快了 那进驻中联办 进驻港澳办 遥控中联办 那港澳办 中联办 包括香港 包括广东警方 原来一直不承认 这个有关铜锣湾书局的事情 谎称不知道 自己跟自己没关系 在这个背景之下 出现了硬拆弹 对不对 就是硬来了 承认了 要不然这五个人上哪去 你得给个说法 当承认的时候 结果中纪委的人进入了 这个港澳办 那一头硬来 对外面就这么干了 另外一头 开始杀那些捣乱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